张博之在上映了半年之后,突然爆出非常多新闻,甚至亲切上热搜,真让人摸不着头脑,而他本人却一点也不在乎,一直没有回应。 12月8日,游玩有欲的张博之带着小儿子Quintus去游乐场游玩,最近天气变凉,张博之带着灰色的毛线帽和墨镜,穿着黑色的运动套装,还配了一双黄色的运动鞋,非常亮眼,黑色本应该是显瘦的,可张博之看上去却是虎贝熊腰,胖了不少。 张博之表现得非常亲密,跟网友们逐一合照,甚至还跟网友两天连合照,看上去人乱了不少的他,还特意躲到网友的身后,希望能让自己的脸在镜头里显得小些。 另外,网友还分享了张博之和Quintus一起玩游戏的照片,Quintus吃着棒棒糖,说也很认真的看着前面的游戏,而张博之则站在他身后,表现开心。 而细心的网友除了看到Quintus之外,他们还在留意到多小的男孩,怀疑是张博之大儿子Lucas。 张博之陪儿子玩耍玩后,看到其中有个摊位室爱领养动物中心,身为阿狗之人,张博之特意走去摊位参观,参与全部狗狗合照,非常有爱心。 张博之蹲下与高高合照时,特意用一只手托住右脸颊,折叨一下自己原润的脸。 换了角度再拍一张,看着张博之粗壮的大腿和手臂,想必在这身影的半年里,他过得非常滋润,不然怎么泡了这么多? 张博之除了带儿子出去玩之外,就连送儿子上学这种小事,他也不想守他人。 亲自上阵,最近,有媒体拍到张博之带Quintus上学,张博之还是一身黑色造型,戴着墨镜,而Quintus和妈妈穿着同样的黑色卫衣,背着书包,两人游家游向前着手飞快前行,看上去应该很赶时间,不知道是否Quintus上学要迟到了,而就在过马路时, 突然有料中拔车转入,张博之立马护住儿子,停在路边,让中拔车先进去,就如张博之的好友所说,他现在全部心思都却在两个儿子身上,过得非常快乐,就连体态都展现出了幸福肥的模样。 小博之 menu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